欢迎光临保岛新故乡 我是Amos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 也请来了一位 我觉得 他使用的语言 对我来说是相对陌生的 但是呢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很少我能看见 有人驱动这个语言去写诗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 那个节目中的来宾呢 就是刘慧珍 他其实在 我相信他跟很多 大部分台湾人的经验都一样 就是从那个在初中啊 大高中之后到进城市念书之后 就慢慢的遗忘了那个母语 然后等到了 看了这个李强老师的这本书之后 突然有个石破天津的那个沙纳 觉得说我要找回我的母语 我们就非常欢迎我们的刘慧珍老师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就很好奇 因为你念的 感觉上你念的都跟 做的工作跟念的书 应该都跟传播相关嘛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 我会做传播 其实跟我重新 找回我的母语有关 就是我是重新学客家化的 我在硕士班时代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投入客家运动 所以早期在那个传播还不是这么普遍 还有广电法限制的时候 就是做了地下电台 跟我一样 那我那个地下电台 其实就是从报道牺牲 TNT的客家化节目代状的 然后后来就变成是 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客家台 那目前就是报道客家电台 那我是这个电台的台长 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 就是跟传播比较有关的工作 那当然同时我那个时候的正职 是那个自由时报的编辑 也是传播 对对对 那所以你从小就是一个 擅长去使用文字的人吗 我不敢讲说是擅长使用 可是我对文字很敏感 所以应该说我擅长使用 或者不如说是我喜欢阅读 对我从小就很爱 很爱读有的没的这样 对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讲聊到阅读 那因为我看老师 今天来那个准备非常非常充分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说我们要那个 就开一份书单 是以刘慧珍为名的话 那这个书单可能是理解说 哪些书的影响下形成了 今天的刘慧珍 或者是你想要推重 我们听众阅读的书单 这些书单当中会有哪些书呢 我其实这个题目我回想了一下 我觉得有两个关键点 对我的那个后来的学术 学业或者是说我的工作 有很大关系的 一个是我在很小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 有一次拿到一个比赛的奖品 然后是一批国瑜日报的读物 那其中有一本叫做认识人种 那那本书其实是开启了我对那个族群的 这个议题的兴趣 所以我是很小的时候 就是对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就觉得蛮好奇的 那我想这后来我博士班 因缘忌讳去念了那个 全台湾唯一一所族群文化与关系研究所 就是在东华 对我念了这个学校的博士 其实是跟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这个阅读经验是有关的 那也是因为埋了这个阅读经验 所以后来我刚刚有提到 我重新学客家话的时候 我会去回溯到对这种不同族群的 相互的欣赏跟学习 这是一个 那另一个时间点也是发生在 我为什么要重新学客家话 其实是我在念那个东华大学 我是念历史系的 念到大师要毕业了 有一天我 因为我那时候在图书馆打工 那有一天就是有人来还书 就像现在那个书堆在桌上 那我坐柜台 我就随手拿了一本人家还的书来读 那本书就是李乔的《寒夜三部曲》 对那个场景可能就是像这样 就是突然间拿起来 我就开始读了 读了之后 天啊 我那时候第一个很大的冲击是 我大学念了四年历史系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正规教育 从国小到大学 我大学历史系四年都要毕业了 我没有念过任何一门课叫台湾史 是 就觉得天啊 我怎么对这些徒弟这么的陌生 就有一种想要重新再学习 再追索 那李乔老师这本《寒夜三部曲》 因为他本身是客家人嘛 他里面有些对话 还有一些生活的那个场景 某些文化 会依稀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 跟我阿公一起生活的那几年 所以客家话这个声音就浮现在我脑海 所以在那样一个当下 一个历史的一个语言的一个族群文化的 这样相互综合之后 我考上师大的那个历史研究所之后 我就决定我要重新学客家话 我用那个罗马拼音 我先学拼音 然后用背课文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有声的教材 就用背课文的 强水以后你来说 你要去那边啊 去茶条 就清雪哥你要进来坐啊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火车站啊 我就是用那个长老教会 罗马拼音的教材 这样重新学客家话 那这样的一个阅读经验 对我来讲就改变了我的人生 所以我如果要推荐 听众朋友书单的话 我想那个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文学 这方面我是非常的强烈推荐给大家 那当然李乔的作品 对我来讲就是我台湾义士的启蒙书 然后这是我非常关键的一个阅读 对 是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都觉得 涵液三部曲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 不过随手拿起这本书也太大部 太大块头了 对啊 读了第一本之后就 天啊赶快去读第二本第三本 可是老实说我读第二本的时候 我那个年纪 大学四年级 那个年纪我读不懂第二本 因为第二本他是写那个台湾文化协会 还有农民组合 对 那那段历史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 空白 空白的 而且对日志时期这种比较是偏向阶级的 左翼的一些努力 其实我们真的是 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 我那时候的知识背景我读不懂 对 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讲说阅读啊 其实那个书单我觉得是要反复的 就是在不同的阶段你读同样一本著作 其实你的体会会不一样 对 没错 就是因为常常我们觉得书看过就好 可是其实你常常读第二遍第三遍 他他其实跟口香糖不一样 口香糖越嚼越没味道 可是会越看越有味道 对对对对 对我自己来说 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我就是一半的外省 一半的闽南人嘛 那那从小念的历史 我想我们念的历史都一样都是中国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以为 就是很多的文化的流向是从中国影响到台湾的 可是当就是我也有那个觉醒的刹那 就是突然觉得 我现在好像就是个台湾人了 怎么对台湾的历史都不认识的时候 开始再去追索一些台湾的这些文化跟历史 还有文学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不一样 其实有很多我们觉得说 像在现代式论战的时候 常常会讲什么恒的依旨 宋的继承 可是其实台湾的就算 就算讲重的继承好了 它也不全都是从中国继承来的 它很多像风车施舍 它根本就从欧洲大陆直接进到台湾来的 它根本没有经过中国那个转换的过程 对主持人讲到这个 其实有一个评论者 他就说其实台湾的文学是两个球根嘛 对所以那个重的 重的那个部分 其实也不是只有单线 中国那条线 对 还有我们被我们遗忘过去教育中不去重视的台湾本本 就是从日治一降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你刚刚讲到这 我想到我读寒业三部曲第三部的时候 因为他是讲那个南洋军夫到 被针掉到那个南洋去 然后想办法要望乡 望着北方的故乡的那样的一个死亡新军 其实我那时候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教育都跟我讲 神圣的八年抗战 对对对 突然间读到那一部 天啊我的父祖是在八年抗战的时候 若是以那个史观来讲 是站在不神圣的那一方 可是那是我阿公的历史 是我阿公那一代的历史 对 所以我其实我还写那个客家诗 我有首诗写我自己的母语觉醒 还有写我的阿公的时候 我一开头就说 阿公的历史 我的祖父的国跟我不一样 对 他一生下来的他的国籍 跟我的国籍其实不一样的 是是是 没错就是像那个 像我大学老师陈前五老师 他也说他也是跨越语言的一代 我在读他的书当中 常常会有那个 常常会有说 他因为跨越语言 所以就突然一个知识分子 突然变成不能说不能讲的 那个状况 结果我在上课的时候 他活生生的把这个经验传承给我 因为他用一个很古雅的闽南语 在上课 就是我们上文学概论 然后我完全听不懂 好厉害 可以这样子讲那个文学概论 他超强 对对对对 不过我在想 你是小时候 小时候在跟阿公住的那些年的时候 会讲客家话吗 应该这样讲 我后来重新学客家话的时候 我就回去问我爸妈 我说奇怪 你们两个都客家人 为什么不跟我讲客家话 然后他们也 没有想到这个是问题 然后他在反复去想 他们自己那个学习经验 因为战后出身的 所以其实就是 在战后那个 他们还很小 年纪还很小 他们马上接受的 其实就是国语的教育 所以他们那时候 其实已经被养成习惯了 会觉得说 国语是正式的语言 那在学校讲方言会被罚钱 会被处罚 那他们自然而然 那个价值观被洗脑之后 就觉得说 对小孩子让小孩子 从小就学起正确的语言 所以老实说 我们家里头就是 我小的时候的经验是 我阿公只会讲客家话 所以我会听他的客家话 可是我客家话不流利 因为我爸爸妈妈 都跟我讲话语 对 那国中以后 没有跟阿公住在一起之后 就完全没有母语的 那个环境了 那重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童年的那些记忆有帮助吗 还是就是完全是从零开始 说到这我要讲一个笑话 我刚不是说 我是用那个张老教会的罗马拼音 然后是用那个张老教会出的 彭德兄牧师编的客家话教材 然后学了之后 很高兴回去跟我爸妈讲说 我开始在学客家话咯 你们要跟我讲客家话 结果一开口讲 我爸就说 你说那什么客家话 我才发现说 原来客家话有很多种腔调 我觉得那个腔调 不是我爸爸说的腔调 对所以我后来就变成一个 跟父母说不同腔调 对因为我后来才搞懂 我爸爸 就是我祝福我爸爸他们讲 客家话是很少数的常乐话 还不在那个客委会的四海大平安里面 是很少数的常乐话 那我没有那个环境 说我学不会 那我学了四线 所以我后来就只能说四线 只能讲四线 对就好像有趣 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题目 我如果成为一个跟爸爸说不同腔调 的客家人 对那个闽南语好像就比较 闽南语是也有张权 张权的发音的问题 可是好像这样的问题比较少 不过重新在学习客家话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像我啦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那个推辞还怎么样 就是我常觉得我的那个闽南语说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我国语说太好了 所以我已经被被那个四 四个音制约了 闽南语有八个音嘛 所以那很多的音 我就觉得发发不出来 我不知道你 我现在还是我现在还是有这个困扰 就是音的部分 我可能比较能掌握 可是腔调声调 尤其遇到变调的时候 我常常就会那个会miss掉 对 你刚刚讲这个部分 其实跟我们刚提到那个跨越语文的 中文学史上的这个现象 其实也有关联性 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也是某一种 从华语跨越到客家化 然后用客家化写作的人 对我来讲 我也有这个跨越语文的经验 那我刚刚讲重新学客家化嘛 然后加上自己本来就很喜欢文学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段时间 我很刻意的想说 我应该训练我自己直接用客家化想东西 不然我一开始学客家化 我都是脑袋里会先有华语 对 然后在想我要怎么翻译 怎么转过来 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会有一个lag 对 然后有时候会找不到对应的词汇 那这样一个日常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你如果要再晋升到文学的语言 潜词用字 那又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为了学语言 人家讲听说读写嘛 我那时候其实是同时 我就是结合了我自己对文学 对阅读的爱好 我开始大量的读很多台湾文学的作品 特别是客级作家 因为那时候对客家的认同 正在追寻 所以我一段时间 其实我是把那个中理盒的小说 把它翻译成客家话 用这个方式去训练自己客语的思维 跟文学的那个应用这样子 对 而且因为其实语言的不同 其实它背后牵动的是更多的文化层次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你用客家语思考的时候 其实很多客家的语境 自动承载很多客家的文化 或客家人的观点 它其实会让你的思考 跟在讲华语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刻 都有面对这种不同的文化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说 去好好去认识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 一直在致力于语言的保存 其实某个程度 他就是在保存那个文化的载体 对 对 不过聊到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啊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 我是Amos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刘慧珍老师 他也是我第一个 我真的是第一个活生生认识 会用客家语诗诗的诗人 对因为李乔老师 对我们有去听过很多李乔老师的演讲 可是他就是他写的是小说 那其实我刚才就讲在上段节目当中有提到 其实语言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 那学会了客家语言之后 你有试图再回到客家人的文化脉络当中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叫做客家文化的脉络 那因为我从高中以后 我一直生活在都市 一直生活在台北 所以空间物理空间上 我没有所谓的客家装 可是因为我弄 我刚刚讲我做过客家电台 然后其实也去做公共电视客语的节目 然后也做蛮多就是有关客语的书写 所以那在过程中 那就会认识很多的前辈啊 朋友啊 或者是说自己为了写作 你会去很大量的阅读 或者去做田野 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我自己在营造 我自己的客家文化脉络 对大概是这样子 就从书和田野调查当中 对 还有日常生活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讲的 因为你生活在城市里面 我觉得很多传统语言碰到 碰到城市生活会有个问题 因为其实包括连华语好了 都因为有不大 有许多不断出生出现的名词 对 那这些名词的时候我就就很好奇 那你怎么样对应到什么客语里面呢 我想这其实就是语言的应用 它有需要的时候 你一定就会有变通嘛 那有一些东西就会有一些 那个随着时代的发现 就会有一种新的应用的方式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创造啰 对 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外来语 然后把它做一个本土化 或是一个转译的那个过程 对对 就是用把用音转的方式把它再放回去 不一定是音转 有时候是意哦 对不一定是音转 有时候是意识 对对对对 那还有再来就是我 因为我自己在 在念台湾文学史的过程当中 也其实从台湾的 不管是第一次乡土文学论战 或第二次乡土文学论战 都有提到说这个 这些传统语言没有文字的问题 他们也尝试着从发展不同文字的脉络 尤其是我读到新港文书的时候 觉得哇 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新鲜的充值 对 那其实客家化也是一个 我不知道说以我初浅的认识来说 它好像也是一个没有文字的语言 那这些会不会你会觉得 在没有文字这个载体的状况下 还是很容易碰到保存的问题 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 因为我看您的客家书写 还是用中文来书写 对我用汉字 用汉字 我早期的作品是汉罗并程 就是汉字跟罗马字并程 那我后来就是慢慢找到一个 用汉字书写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主张 你刚刚讲说客家化没有文字 事实上是有文字的 很多古典的诗 你看那个清朝皇尊县的竹子词 其实用客家化全部都读得通 那我自己学客家化经验 我是用那个长老教会的罗马字 罗马拼音 那罗马离的这个传统的话 其实你去看教会公报 或说客家庄 其实也是有哈嘎发圣经 我刚开始学写诗的时候 其实我很感动 我收到的一份礼物 就是已经过世的诗人杜潘方格 他就寄了一本客家化圣经给我 那哈嘎发圣经 他旁边有拼音 然后对照着圣经的那样一个中文 这个东西其实对我的影响 对我的学习帮助也很大 因为那时候 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啦 就是都没有一本很完善 很好用的客家化的字典或词典嘛 所以那个传统其实往前回溯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所谓文字的存在 只是有些人会认为罗马拼音 它就是标音 可是有人认为它是罗马离 它是字 对 那这个东西 语言学东西 我想我就不去讨论它了 对我来讲 应该是这样说 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 作为一个创作者 你有情感有思想想表达 你一定会找到 你想要用应用的文字 或者一个符号 那在我那个初期那个当下 我找不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就是我会去问问人家 或者是找字典刚刚讲的 或者是就是暂时先用罗马拼音 把那个音 至少把那个音记下来 对 所以我就是一个摸朽的过程 或者用代用字 所以你说现在台湾客家化的书写 老实说 教育部颁布了一套东西 一套课语用字 然后那个课会也有一套 那个认证的那个词库 那他们其实有一种倾向 是回到去找那个古老的汉字 或者找出创造一些写法 是电脑也打不出来的 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困惑于 这样的方式好吗 或者这样的方式是最适合 当代社会的吗 其实我自己是会有点疑问 可是作为创作者 我没办法等那个文字生出来 我一定是作品先行 所以其实不管是李乔老师 或是我自己 你有时候去看 我重新再去看 从前的作品 我再去修订它的时候 或许我到后来 比较后面的阶段 我会找到一个 我认为更合适的 那个文字或符号 对 其实这是一个 还在修正中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 因为其实符号或文字 这种东西 它其实某个程度 又是约定俗成的东西 对 就是它被创造出来之后 它还必须经过一个 很长的教育的时期 去让很多人可以认同跟接受 这样大家才能沟通 对 那如果是再继续下去的话 你会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发展客家的文字 会比较好呢 基本上因为老师说 我在师大 我们那时候开始学客家话 我也创立了客家社 那我们那个阶段的客家社团 其实跟很多所谓的台湾研究社 或是台湾研究社 我们大家都是互相之间 都有很多的友好的 那个连接跟互相的学习 我们都一直希望有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理想的语言的环境 是我们每个人各自说 我们各自的母语 可是也许对方我们都有机会 听得懂 不见得会讲 可是我们有机会听得懂 所以对我来说 要想办法让各组之间 能够互相学习或欣赏到 我们不得不说 大家已经有行之有年的华文的书写 这会是一个比较共通性的东西 我如果说我用哈嘎发给翻音 我直接用罗马拼音 那其实会有点像中国的那个汉语拼音 对对 厕所就跟你拼了厕所的时候 外国人不知道那个是厕所 就是你如果只用发音的话 所以我现在会从早期很强烈觉得说 罗马里很好啊 我们可以用罗马拼音啊 到后来我会觉得 好像比较宽容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我自己的书写倾向也是 我后来其实是用比较多的汉字 那当然这个东西遇到某些比较执着于那样的一个方式的朋友 就会觉得说这样不好啊或什么的 可是对我来讲 我其实不太在意去讨论这些事 我专业的是 我有没有办法用我的母语去做好的文学创作 对没错 那其实很多的那个文学创作 就是被更容易被记住的 常常会出现在歌谣或诗词的时候 像因为即便像我这样的一个欧阿罕集 那我也会像听共啊 罗水油 或是说Samuel安讲从罗石峰的歌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再去选择书写诗词的话 是有这样的策略在里面吗 没有 其实没有 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是喜欢诗 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诗人朋友 我们那时候经常写信 所以我对诗的阅读跟喜好是很早就开始了 所以在重新学客家话的时候 一方面是需要用到的文字就是没有那么多 它的组织结构不像写小说或是写散文 你要用到很大量的那个文字嘛 对对 所以一方面是我自己本来的喜好 那另外一方面是初期的时候必须要凝练 因为我的余料库没有那么多 对 用素材没那么多 对 就是说脑袋里头 我就有青菜萝卜 我没有大鱼大肉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做满汉前十 可是老师说 也不能用文字的量跟多广去讲这件事了 因为其实写诗它其实蛮难的 因为它需要很高度的灵练 跟那个才有办法去提出那个好的诗的质地 诗质 不然有很多人不然诗写的这样很散文化的话 或是就其实就是会觉得诗的味道没有那么好 尤其是还有很多比较精准的异象的捕捉 对 还有抽象的一些情感 对 没错 那不过我就觉得说 其实在每个不同的语言当中 都有一些很微妙的语境 然后你进入这个语境里面好像又可以感受到 原来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些世界万物的这样子 不断的学习 对 那老师可以跟我们那个讲一下 他说你觉得客家语的特别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就跟我们的话 这个部分我讲不太出来 我只能说我刚开始学客家话的时候 有一天忽然间意识到 那个客家话词汇里面有那个雄性跟音性 雄性跟雌性 我有一天就讲到哈公 我们讲虾子是哈公 然后想说虾子难道没有母的吗 那财软的 油软的那个虾子是公带 就是一律是哈公 就是我有天突然间 因为就是重新学客家话 然后就觉得这个发现还蛮新鲜的 然后就发现有很多啊 像密公啊 密公 万公啊 晚公啊 对 就是那种很多词汇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觉得客家话很吸引我 还有很多的副词啦 就是很多形容词副词 然后那个用碟字啊 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觉得很有趣 很可爱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 sovige logu ni演 然后古人演 就是谚语啊 对 谚语 对 谚语 就是有一些突然间学到的时候 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那当然就是我有一段时间 那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 也会大量的阅读那个 传统的三歌 或者是长篇的 川内 对 就比方说那个江少祖那个抗日歌之类那种 很长篇的那种川内 然后又写台湾历史的 然后你会看到里面那个时代的那个用词 跟我们后来的用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那中间就有很多的乐趣 对 对对 那从那个尤其是那个里语啊 或是三歌啊 对 就是你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例子 就是你觉得它是一个很 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 你突然间这样问 我又有点考到我了 对 可是我觉得 有一些我很蛮欣赏的 比方说像那个 想你念头都念没 想你从念头想到念尾 对 就是那种头尾 那个表达一个时间的那个 那个连贯性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很有趣 你知道 还有就是有些谈人生嘛 有时成功 有时念功 有月光 人生的时候有时候是星光 有时候月光啊 我今天懂月光了 对对对 就是说你人生不是那个风景一层不变 有时候是星光很稀微的 有时候是月光就很亮啊 对啊 然后就说那个树通 叫通就好修法 树通好构格 叫通好修法 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啊 他说你手痛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过家撂 因为你脚还能走嘛 那你脚痛的话 脚可以绣花 就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你总是有一样东西碰壁了 你一定还有别的出路之类的 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对对对对 就是从这些谚语当中 就可以看到那个客家人 热天之命的那种感觉了 然后有哪些东西会吸引你 其实也反应 可能也反映你自己这个人的价值观 跟那个人生态度嘛 你就会被这种东西吸引啊 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讲到这个 我就想到最近 大家我跟朋友们 一直在在挣扎着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语言是会流动的吧 譬如说我们都在华文泉 没错 那势必就很多的名词会流过来流过去 对对对对 那我们到底要坚强的去抗拒他 还是欢欣的去迎接他呢 应该这样子啊 你是抗拒不了的 因为生活里一定会出现啊 可是你可以想办法立一套规则 不失主体性 可是你又能去接受它 对 比方说客家电台刚开播的时候啊 我那时候其实是很疑惑于 有一些外国的人民 他们直接照着 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汉字在念嘛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你如果是要凸显客家化的主体性的话 应该是用客家化直接去模拟 那个英文的发音啊 懂我意思吗 我懂我懂 对因为你如果是 经过人家翻译了一首中文 再把中文的翻成客家化的声音 其实你已经跟原来的英文那个发音 可能是已经有点距离了 对对对 对 这个东西是我那时候一直在思考的 我觉得说 好像我们都没有那种自信心 说嘿我就是以我客家化 我直接去翻译那个英文啊 为什么不行 就是一样的翻译原则嘛 接近的音啊 对对对对对 这样不是很OK吗 不然的话你如果像 我就常举一个例子啊 像史恩康纳来啊 你如果就照那种 现在用的方式照着那中文字 会变得好像死掉了刚着来 对就会变得死掉了扛着来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觉得说 为什么要这么蠢呢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英文 那如果客家 用客家语的发音原则去讲 这个史恩康纳来 应该会是什么样子 我英文不是很好 我还没有想到 可是我那时候直接想到这个问题 对啊 因为我就是语言的语言的时候 它的那个不断的流动啊 那而且其实要 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其实在客家语跟闽南语当中 一定会碰到更多现代外来语的问题 你刚刚讲这我想到一个例子 我第一次到南部美容的时候啊 我听他们讲说 起恩徑 那是什么东西 后来才搞懂 原来是起奥多巴 哦 我们北部有奥多巴 对 Moto嘛 对 他们是engine 就是 引擎 引擎 对 我们着重的重点不一样 那我听了我觉得很可爱啊 对对对 他们直接抓到了那个关键啊 你车子发动 你非有引擎不可啊 不是吗 是 对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从 那个闽南语当中 有很多从日文 留下来的痕迹 像Chopan 对这个我们也会有 也会有吗 对也会有 对 Chopan好像不是日文 那个Pan我印象中好像是葡萄牙文 对它是从葡萄牙进入日文 再从日文 对对对对 它转了好几手 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反映了台湾本地的语言 那个发展的历史啊 是是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词后面的那意义 我就觉得很有趣 对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也在读很多这种 就是不同的那个 从不同的名词 它的转换的过程是什么 我觉得那是个有趣的 有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路径 然后另外就是 很多食物的转换过程 你也看到类似的历史路径 我觉得也很好玩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我书写的时候 就是一定都会遇到重新的学习 那就还蛮有意思的这样子 是是是 好那我们聊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报道新故乡的节目当中 我是Amis 然后刚刚跟那个刘慧珍老师 聊到很多那个语言的问题 那不过我们现在拉回来来看看这个文学 因为其实每个文学呈现的样子 就是我都觉得每个文学的 每个族群的文学的口气 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 对啊那如果说你用客家文学来 跟现在台湾文学相较的话 你觉得会有哪些比较有趣 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基本上我个人其实没有把 应该回头这样讲 必须去定义什么叫客家文学 对 那有些人他是采取比较宽松的定义 比方说像李乔老师 他认为客家文学这个名词的出现 其实也不是 历史也没有很久远 所以他会采取比较宽松的方式 所以他把客籍作家 所写的文学 他可能是用日文 他可能是用中文 这些也都算是客家文学 你若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台湾文学史上 新文学之父赖和就是客家 对他是客家人 所以我们客家人 在台湾文学里面 占有很重要的一片天 那很多的大和小说的作家 吴卓流啦 宗兆正啊 李乔啊 比较后面写过三部曲的 黄娟啊 这些其实都是新生代 比较知名的像甘耀明啊 张志希啊 他们可能是用中文书写 或者是说中间有加拿客语的 对话之类的 可是广义来讲 他就是客家文学 他其实同时也是台湾文学 那对我来讲 会比较明显的一个 比较不同的是 纯粹用客语写的 那我们可能可以教他是 客语文学 对 对 不过你刚刚这样一讲下来 突然觉得大和小说 是客家的文学的传统吗 也不是 李乔老师曾经开玩笑说了 客家人都很穷 所以那个 没有钱去画画 就是就努力的去做文学 然后写了很多字 这是他开玩笑的啦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 客家作家 特别台湾文学史发展上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 隐隐约约有一个传统在那里 他有一个浮流 其实也是一个骨干 就是他都跟历史的反映 去反映时代 有很深的关联性 是 从赖河到乌佐流 到宗教镇到李乔 其实都是如此 是是是没错 那如果说 那如果我们再放大来看 就是因为现在的 现在台湾文学的主体性 其实已经 我觉得算是 跟我们在念书那段时间 比较起来 已经非常非常的凝聚成型了 那你觉得就是相较于过去 你觉得现在在文学这一块 它到底有什么 我们在书写台湾文学的时候 碰到的跟应该去挑战的东西 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定义所谓的台湾文学 当然一方面文字可以是一个依据 反映台湾的价值 台湾人的生活 台湾的历史脉络 这些也都是 或是台湾当代的问题 总而言之对我来讲 文学里面离不开就是 时间空间人 那对我来讲最重要的空间 我会去定义它是台湾文学的 最重要的依据 它必须是台湾的 对 就是反映台湾的土地 我觉得这个因素 对我个人来讲 我是蛮执着于这一点 对 因为其实就是现在的文学 很多慢慢的 现在所谓的IP化 就是一直觉得说 一定要跟很多的影视去结合 其实上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小说 改编成影视之后 反而造成小说的销量 更是几十倍的增加 这的确也是现实 那您也制作过那个 也写过剧本嘛 对然后也制作过公共电视的一些 一些文学国家 对文学国家 对那你觉得呢 这些文学跟在转译成这些 影视作品的时候 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 我们可以再加油一些的 我觉得任何一种转意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跨界的一个技术跟专业的综合跟应用啦 比方说我如果说要变成是一个动漫的时候 你必须对这样的一个技术 你必须有所理解嘛 对 那我们那时候其实跟 我跟李乔老师合作 拍公共电视文学国家的时候 从文本的选择到 它如果影视化 这中间其实也考验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当代 因为我们现在各种学习的那个门槛 跟进入的门槛 相对来说 我觉得都已经比以前要普遍 也比较普及 你很难想象以前我们做广播 还是那个都是TAP的时代 你光一个剪接 你有经过胶带要用胶带去 有啊我们190年代开始搞地下电台 那时候就是刚开始都是卡带啊 你光剪接那个东西找那个点就抓狂了 光剪那一两分钟搞掉 一两天都有可能啊 可是现在电脑 然后就是这种数位的飞线的 其实这种技术的那种眼镜 其实也改变了我们去应用它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可以拍影片 不见得像以前 你要扛着一个好大好大的那个摄影机 你才有办法去录影嘛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 不要回避也不要排斥 应该是说去迎接 去学习新的技术跟新的东西 我其实也是觉得说 这几年很多台湾文学 被各种的转移方式 或者是辅助的方式 比方说人家讲到文学 你就要去走读啊 或者是把它变成桌游啊 或者是变成那个桌游 手游之类的 可是老实说啦 我觉得发展到某一个程度 我们这种老人家就开始想说 拜托你们不要只是去走走 吃吃喝喝玩玩 回来还是要读好不好 不要只有走没有读 就是那个应用的 那个比例的问题啦 对 而且我觉得常常会 在转移过程中 常常会发生一种偏差的原因是 譬如说您讲桌游好了 其实桌游的族群 跟文学的族群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对 所以你要文学 重点就不一样 对 你让文学人去玩桌游 他觉得不好玩 他宁可去读书 然后去忘 让硬要玩桌游的 去玩这些东西 他可能也不大爱玩 反正落了个两面不讨好 所以对我来讲 我会比较觉得说 我会去思考什么 我个人 就什么东西 对我是比较重要的 我可能就会花 比较多的心思 在我认为 比较重要的事情上 那其他新的东西 你可以去接受 可以去学习 可是我也不见得 要成为那样的创作者 或者说我不见得 要去采取那样的策略 因为对我来讲 我不擅长 我也没有办法 花太多心思 在那个东西上面 对我来讲 比较重要的 可能还是在我自己 我认为重要的东西 我会花比较多的力气 像我的创作 其实我都是历史 我自己本身的 这个专业的背景 然后族群的族群关系 那当然客家 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我以前的创作 大部分是以客语师为主 那你刚刚讲 我会写剧本 那我现在 去年跟前年 其实我写了两本小说 然后这个小说呢 其实也是很有趣 我就是 因为是新竹市文化局的 一个委托 所以是以新竹这个城市 当舞台 那我就从1920年代 文化协会的那个年代 三个十几岁的少年 然后一直写 写到第二本是写到 战后他们成为父母 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政权 也经历过二二八经过白色恐怖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 洪流里面 新竹这个作为舞台的 这块土地 它变化了什么 那这里面的 这三个不同族群的人 这三个主角 他们互相激荡出什么 对我来讲 我就是会很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要做的事 因为你刚刚讲 那个族群的问题 我就更觉得说 其实我们现在常常有人说 很多台湾的现况 在撕裂族群或分裂族群 可是其实我们明明看到 更多的是那种族群之间 彼此互相照顾的故事 像即便是在 二七部队到二八的过程当中 在台中的历史里面 也是发生那种 不同的族群 外省人跟台湾人 互相cover的故事 我觉得那些 其实才是动人的 我觉得反而我更期待看到更多这种 这种故事出现 所以其实有人说 因为历史的书写在过去 它其实是一个权力的展现 就是国家 官方 有一个什么证实的概念 所以其实就是 没有被写进历史 所以是更重要的历史 是是是是 没错 那再来就是 那除了 因为已经完成两本小说 那接下来 你还会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呢 或者说你想要创作 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想要去创作 在历史夹缝中被忘掉的人 可是那个人 他的故事我觉得是重要的 然后到了一定程度的年纪 也会很想去 回溯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家乡 因为我刚刚讲 我念高龙 我就离开了故乡 故乡中立 所以我现在会很想去 回溯中立 所以我不断的阅读 跟中立有关的那个历史 所以我还很想去写那个 我也来写一部 中立的三部曲 这样子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 我所知道的中立事件 我自己经历 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是 那个战后 那个曲信仰选举 那一次的中立事件 可是我后来阅读文献 才发现 原来在日本时代 就发生过两次中立事件 然后那两次中立事件 其实就是农民组合的抗争 那我就想 推过阿公的年纪 是他那个时代的事情 对啊 我会觉得说 我好像可以慢慢掌握了一定的 对历史的理解 或者说有过 写过两本书的纪念之后 我接下来 我其实就想要写自己的家乡 对 那会是小说吗 小说 而且是三部曲 也有十三部曲 因为我后来认识了很多中立的一些长辈啊 听他们讲以前党外时期那种中立的抗争故事 我会觉得超有趣的 然后很想把这群人写下来这样 不过你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就是我们从某个观点 从媒体上来看的观点说 好像客家人又在政治上好像比较偏保守是吗 所以啊 我就觉得这根本是个天大的误解 你赶快跟我们澄清这个误解 你看1895 抗日三秀才 五汤青徐香 这几个全部是客家人啊 对啊 然后日治时代 文化协会 讲为什么会选十月那个日子 当台湾文化日 是因为前年的同一天 那个客家人谢文达 架了飞机在台湾做乡土飞行 他也是我们台中人 对台中 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 飞行员 在空中看台湾土地的 对对对 那个人 他是客家人啊 然后那个文化协会里面那么多 刚刚讲赖河啊 或者是那个叶清耀 也是你们台中的 就是还有彭华英啊 这些其实都是客家人 然后农民组合更不用讲嘛 那个抗争 那客家庄的那个抗争多惨烈啊 然后白色恐怖 其实有很多发生在客家庄 尤其是那个内山沿线的那些故事 是是 然后中立作为一个民主圣地 我自己小时候 恭逢其胜的那个 就是那个中立事件啊 党外时代啊 这些 我觉得客家人不保守耶 还有魏廷潮 但我也是桃园的前辈 对 还有他的弟弟小魏 已经过世了小魏前辈 这些人其实对我的感召都蛮强烈的 所以我会想要去写一本 这样子的故事 是是是 我们也很渴望再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故事啊 因为我相信 今年 尤其今年啦 像我们看到八十门的辩护人啊 或是人选之人之后 我们好像对台湾人台湾人自己的创作 就觉得更有信心一点 我们在书写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故事的时候 也可以做到很精致很精彩的部分 对啊对啊对啊 你刚刚讲那个族群的故事 其实有一次我听那个高一生的儿子 高英杰老师的那个演讲的时候 其实我蛮感动的 他又说 因为他那时候 政府就是一直用匪谍啊 说贪污啊 这些东西去污蔑那个高一生嘛 所以他被枪毙之后 他说他们在山上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怕他们 很多族人都回避他们 可是有山上的客家人对他们很好 然后这样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故事 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啊 对 我就想很想探索 为什么客家人对他特别好 对对对 我就一直想要去探索 那个脉络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客家人到阿里山上 从事林业相关工作非常非常多 哦真的啊 对曾经也有过一个 庄头都是客家人在那里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都跟客家人的山林经济 或者是说加入了铁道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 比较是公共计刑社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工作 这样的一个属性 其实都是有关联性 有那个脉络可循的 对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些东西是重要的 我可能会花比较多的力气 在这些事情上 加油我好想看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台湾的 那个过去啊 都还没有被掀开来 好好的看过 对对对 对啊 那也许把那个 好好的把它掀开来看过之后 我们会对我们 我们对于台湾的认识 或对于台湾历史的认识 会很不一样 这个概念 其实我阅读那个周安雅老师的 那个海行的时代 那个那本论文解释 也是给我很大的冲击 他就提到那个台湾历史断层的问题 对对 不同的政权来了 中间就是会有那个断层 对对对 那我们总是在这些断层 在这些夹缝中去找到一些 相成的东西 或者一脉相成的东西 或者是说被断裂掉 可是你觉得 它的价值很符合当代的 我们必须需要去 把它接起来的东西 是是是 没错 老师加油 我们非常渴望看见 我希望 三部曲出现 我希望能够为我的家乡写下 这本书 对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开心 跟老师聊了那么多 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谢谢 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 嗯 谢谢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 拜拜 拜拜